学习无限 闪耀前途 学习是人生道路发展不断前进的关键 然而很多人在学校毕业后便停止学习 殊不知踏入社会职场后挑战才刚开始 专业技能只是一部分 人生职业还包含许多人际沟通 领导力 职场核心等课题要学习 本单元邀请国际基校教育职人卢君渝小姐 跟大家分享人生生涯规划学习的重要性 我身之所以还可以在台湾生根成人教育训练27年 我认为有五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我们有系统的训练架构 第二个是有关于我们相信人是有可能性的 人的观点改变 行为模式自然就会改变 结果就会不同 那第四个原因 我们认为我才是我生命的主宰者 生命的主人应该是自己 那第五个我认为很重要的原因是贡献成就跟学习 透过学习实践创造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一个是外在的绩效结果 第二个是内在的一个满足感 所以创造的结果让自己可以信任自己 相信自己是有能力也可以有魅力的 去贡献给自己跟身边重要的人 知识改变思维影响一生命运 选择正确的学习环境及课程 迈向成功道路就更近了 究竟他们有哪些课程协助大众呢 分三个系列 一个是领导学院 领导学院我们在支持的就是每一个个人 他透过察觉留意到自己 我现在的位置是什么呢 我未来还有什么机会有什么可能性 当我转变了我的一些信念跟思维 自然我的行为我的态度就会改变 第二个领域是我们有另外一个商学院 在商学院里面两大块 一个是有关于什么 个人创造巅峰绩效 第二个我想很重要在商学院里面 是有关于经营学 第三个是家庭学院 家庭学院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 家是我们出发的地方 当家中爱的流动呢 是建立彼此的理解 同理跟尊重 有空间的相爱 让孩子成为孩子 让大人可以是大人 生活无论怎么样 都可以是完整的个体 的确在职场如何透过了解自我价值 展现领导魅力 人际关系及业务如何开拓 家庭经营都是值得潜心学习的 现在就来听听学员的心得分享 第一个就是说重新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的特质 怎么样用这些特质呢 来帮助自己在事业上有更好的结果 第二个就是很清楚自己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本来我不太跟家人说话 可是透过这样的课程 原来我们跟人之间可以更紧密的连结 那透过沟通 透过分享 透过创造连结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学习道路 卢君渝投入此教育系统已二十几年 帮助无数企业精英获得更大成就 也使他更坚信教育责任 活到老学到老 对于未来他又有何规划展望呢 2022年呢 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那个指标是 Better Ask Better Work 更好的我们 更好的世界 对我个人来讲呢 过去这27年呢 我想我们持续都在做的是 一只手教育 一只手工艺 我相信若要如何全凭自己 更好的我们 更好的世界 让我们一起来创造 看完本单元 你是不是思考 要如何规划学习 改变一生 找到自己价值 及美好人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